双眼皮整形 双眼皮整形在异美整形中 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 不少单眼皮的民众 想让眼睛更加迷人 因此选择做双眼皮的手术 但是手术有分为歌式和缝式 加上个人身体条件状况不一 那么就听医师的建议 看看做哪一种最适合你咯 我们这个双眼皮 到底要用缝的还是用歌的 其实坦白说网络的资讯很多 那大家也都知道现在 可能比较多一些对于眼睛的这些 包装名称 但是其实到最后在一个整形外科评估的时候 还是会依据你的条件 让你决定到底是用缝的还是用歌的 那之所以用缝的 常常我们会用这一支神奇的这个金箍棒 就是说假定呢 假定我们今天去模拟一个眼皮的时候 它可以很顺的一个成型 那成型的样子是客户所喜欢的样子 那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就可以建议你用缝的 那缝的有几个好处啊 当然就是伤口几乎很小 甚至有些不用拆线 那另外呢就是说它的恢复的时间也蛮快的 很多时候蛮多的客户 消肿的快的话大概在一到两周 其实就还蛮自然的 那当然因为这样子的好处也有对应的一个坏处 就是说它可能比较不能全面性的调整问题 那或者是说呢 常常大家所熟知的就会有这个节点 这个产生的这个脏力 或者是这个拉力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有比较早期就松脱的一个状况